十轮比赛过后,四川男来三胜起伏,暂时排在联赛倒数第四,不过对于属于新老交替的四川队而言,这样的成绩也算能够接受,对于他们来说,球队今年整体展现出的斗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按照四川队老板周世强的说法,这两个在级四川队还是以培养本土球员为主,而在今年他们也这十一次性的提升,那四位十九岁的小将倒一队,不过目前这四位小将还都没能获得任何一次登场亮相的机会。 客观来讲,四川男篮阵容中也有本土球员发挥不错,不过这位球员并不是被寄予恨猫的年轻球员,而是球队26岁的前锋陈诚。 本赛季前十轮,陈诚导致全勤,其中有八场是首发出战,在场均26.1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他打出了场均10分,3.5个篮板的不足数据,整体命中率达到51.9%,是目前四川男篮的本土得分王。 可以说他是所有四川本土球员中效率最高的,当然,陈诚的进攻技术,也是四川所有本土球员中最全面的,在多个场次的比赛中,他在最后一节的发挥,都起到了左右比赛胜负的作用。 虽然陈诚已经年满26周岁,但是作为大学生球员,这其实仅仅是他效力于CBA的第四个赛季,而在全面的三个赛季里,因为四川有梦达,张春军,无难等实力不足的本土球员,所以他的表现机会一直不多,最佳的表现反而是2014-2015赛季的菜鸟赛季,那个赛季球队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, 他获得的机会也比较多,而在大学生联赛效率期间,陈诚其实实力也非常出色,他是当时中国民航大学当之无愧的核心,在效力于CBA的最后一个赛季中,他场均能够得到16.7分5.7篮板,三分命中率达到35.1%,对于陈诚,很多人都不了解,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, 当时他在CBA联赛中多次上演报告,很多人将他称为CBA格里分,而在本赛季的CBA联赛中,陈诚也是球队除了双万元之外,最喜欢扣篮的球员, 本赛季他场均能够送出0.9次扣篮,可以说是基本每场比赛都有扣篮,而在扣篮榜上,陈诚的场均扣篮四数排名联赛地肉,仅次于王哲林,董汉民等内线球员, 对于目前这支四川南岚而言,主教练逐渐缩短了孟达的出场时间, 封现位置上陈诚也向印第成为了第一人,可以说他的发挥,对于四川南岚而言至关重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